提到毛母,自然会想到她的一部九副盛名,却也颇具争议的作品《月亮与六遍事》。 在这部小说里,毛母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打破世俗价值观念,甚至是挑战道德底线的人物,斯特里克兰德。 人到中年的斯特里克兰德,本来是有名的证券经纪人,他有着别人艳羡的,甚至是一生都无法企及的地位。 财富以及幸福的婚姻,可是有一天,他毅然决然地丢弃了这一切,躲到一个破旧的屋子里,开始他的绘画梦想。 但是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是,在这之前,他根本就没有画过画。 此后他的生活几乎是一团糟,他霸占了朋友的住处,还和朋友的妻子布兰奇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, 最后导致布兰奇刺杀神亡。 斯特里克兰德极其冷酷地抛弃弃子,又极其极端地,执拗地,扎入旁人所无法理解的那种生活状态, 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自私冷漠,狂放不羁,令人生厌的疯子。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也是一个疯子式的人物,在小说《刀锋》里面,毛母塑造的主人公拉里,则是陷入了另一种疯狂的状态。 一战期间,拉里去当了飞行员,当他看到战争的残酷,亲历朋友的离去,他突然不知道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,他陷入了一种困顿又迷茫的状态。 与斯特里克兰德用绘画梦想指引生活,不同的是,拉里并不知道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到底是什么。 但是,他唯一确信的是,庸长的婚姻,虚无的物质并不能够给他带来宽慰,于是,他带着对于人生的疑惑,试图在精神领域寻找的爱。 在这种主动找寻的过程当中,拉里和斯特里克兰德有着相似的地方,拉里也抛弃了在他看来无用的东西。 他放弃了和伊莎贝尔的婚约,放弃了人们崇尚的物质财富。 此外,拉里还主动隔绝了别人对他的评价。 他不在意别人的眼中,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。 他也不介意别人因为无法认同他的追求,而对他进行无端的职责。 他完全摆脱于人生的恐惧和挣扎了,只是为了寻找活着的意义。 他先是试图在哲学著作里找到答案,后来他又到煤矿农场。 最终呢,在印度经典奥书中探寻到了人生的真谛,即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。 他带着自我完善的崇高人生理想,以无私、博爱的方式生活了下去。 他竭尽全力地帮助身边的弱者,最终选择散尽家产,成为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度过余生。 可以说,无论是斯特里克兰德还是拉里,他们的身上都有着某种我们无法超越的执念。 即便斯特里克兰德的偏激、自私被人所诟病,但是他身上的那种为了自我理想而不顾一切的勇猛,不免让那些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唯唯诺诺的人激进崇拜。 而拉里的选择,更是成为很多深陷世俗智骨,被精神困境横绕之人所想往的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。 不得不说,斯特里克兰德就像是一只浑身带刺的刺猬。 他放弃世俗生活,追逐梦想,却也伤害了身边的人。 而相比之下,拉里的疯狂是基于对他人的宽容,是一种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圆融的生活态度。 在刀锋里面,毛母告诉我们,叛逆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至少在拉里身上。 毛母一直毫不吝啬地用各种词汇赞美他的叛逆。 虽然拉里选择离开伊莎贝尔,但那是因为他知道伊莎贝尔想要的生活自己给不了,而能够让伊莎贝尔幸福的只有格雷。 所以,拉里主动退出,以成全伊莎贝尔对幸福的追逐。 甚至,拉里所有的叛逆,所有不和世俗的做法都完全是无我而利他的。 无论是对于强者还是弱者,对于相识的还是陌生人,拉里都带着源自同情和善意的不爱。 他的叛逆的终极,是做一个无私的解救者,去解救他生命中遇见的每个人。 当他遇到以做模特和情人为生的苏珊,看到苏珊因为重病而无法工作,无法生存时, 拉里把苏珊及苏珊的私生女带到一个宁静的小镇上,等苏珊恢复健康,才离开他们的生活。 还给他们留下了一笔钱。 拉里不顾所有人的反对,去帮助失去丈夫和孩子后自甘堕落的索菲。 拉里知道,童年的索菲拥有浪漫、美丽的灵魂。 他相信索菲只是被生活逼迫成堕落的样子。 所以,即便周围所有人都反对,但是拉里还是要和索菲结婚, 只是为了让一个无所依附的灵魂找到寄托。 而对于情敌,拉里也一样是无私的。 当得知,伊莎贝尔的丈夫格雷,因为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而精神崩溃, 被头痛困扰时,拉里再次施展了自己的恩惠。 他用在印度学习的催眠术治好了格雷的头痛。 拉里只是把每个人看成是生命的载体, 解救身体或者精神陷入痛苦中的每个人。 而这种解救他人的过程,也让他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, 找到了生活下去的意义。 这对于他来说,才是最不可磨灭的生活印记。 拉里一直追求的自我与他人的相对平衡, 在成全自我的同时,也在顾全他人。 无疑,拉里能在年轻时代就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, 并且冲破一切阻力,保持善良和圆融。 这是在浮躁攀比的生活中, 很多人都缺少的理性与沉着。 不可否认拉里的选择, 即便放到了今天, 依然动摇了我们的普世价值观。 我们大多数人向往的是婚姻,物质,权力,地位, 而拉里能够赫然地抛弃这些, 追逐完全背离大众世俗的东西。 这是一种何其珍贵的勇气与常识。 有人说, 疯子不是病人, 而是被主流排挤的一类。 我觉得准确地来说, 在不同价值观的人的眼中, 对方都是疯子。 就像听不见音乐的人, 以为跳舞的人疯了。 在追求物质的人眼中, 精神至上的人就是疯子。 在博爱的人眼中, 自私的人是疯子。 在虚伪的人眼中, 真诚的人也是疯子。 那么毛姆的伟大之处便在于, 他塑造的各式各样的人物, 给我们带来对于人生更多的了解。 和理解。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, 而唯一确定的是, 每个人的选择都注定要背负着别人无法理解的东西, 也只能默默地忍受选择带来的好与不好。 就像拉里的未婚妻伊莎贝尔, 虽然最终选择嫁给能够带给他优温生活的格雷, 这未尝不是一个忠于自我的选择。 然而, 她忘记了爱情, 接受了物质的召唤, 也要承受物质失落时的悲伤。 伊莎贝尔的丈夫格雷, 按照父辈的规划成就事业, 就像生活中每个追求事业有成, 婚姻幸福的中年男人一样, 这本无可厚非。 但是, 她也必须承受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, 而对金钱求而不得的痛苦。 还有, 伊莎贝尔的舅舅艾略特, 她仰慕上流社会, 依靠权谋, 手腕, 讨得上流社会体面人士的欢心而活着, 纵然夹杂着虚伪和虚荣, 但这也是她的生活选择, 当然, 她也承受着不被别人仰视而带来的自卑和苦楚。 所以我们看到, 每个人都以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向往的生活方式, 在活着, 也都承受着生命赌注带来的德与识。 或许,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太多的不舍于牵绊, 我们内心里住着的那个疯子也一直被压制着。 如果不是被某种看似约定成俗的标准所定义着, 如果可以义无反顾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, 那么或许我们都可以痛痛快快地做一回疯子。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, 在我们不得不做出取舍的时候,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选择什么样的生活, 我们都不该被非黑即白的正确或者错误, 高尚或者无私来定义, 不是吗? 所以今天想和各位讨论的话题是, 面对不同的人生追逐, 你能够勇敢地做一回疯子吗?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。